墨西哥对阵波兰这场比赛呢 可以说是两队的实力相当 那么墨西哥是一个 每周的一个球队 整体的这个球队的实力来说的话呢 都是比较均衡的 队员之间的实力比较均衡 然后呢也有很强的这个进攻能力 但是波兰的话呢 整体来讲的话会处于一个 稍微弱一点点的一个态势 但是他有单加球星在那里 一个球星的作用在那里 所以两队的实力可以作为一个 拉平的一个情况 那么我们对这场球 球赛的这个预测的话呢 两队可能会打平 就是这一届世界杯当中 第一场打平的预测 可能是在这一场球赛当中出现 那么比分的话呢 我们预测是0比0 1比1 或者是1比0这样的一个结果 这样的这种确认